慈禧干女儿周盈,清末陕西女首富,历史上她的结局十分凄凉。 提到经商,相信大家的脑海中第一出现的就是男子,但是在清朝末期的时候,却出现了一位显赫一时的女商人,并且她还是慈禧太后的义女,之后更是被慈禧太后封为一品告命夫人,她就是陕西女首富周盈。 她的一生可以说跌宕起伏地创造了一个商业王国,但让人觉得遗憾的是,这样的一位杰出的女性在死后却是十分凄凉的,定月瑞丽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她的名字叫周盈,1869年出生在陕西省三元县鲁桥镇孟店村的一个富裕的家庭,周盈的父亲周海潮是陕西当地有名的富商,在父亲的影响和鼓励下,周盈从小就饱读诗书,她天资聪颖,读私塾的时候,夫子便给了她很高的评价。 作为商人,周海潮的眼光自然是长远的,她为周盈请来了好老师,让女儿接触到最新鲜的事物和思维方式,也正是这些教育成就了日后的周盈。 17岁那年,周盈出嫁了,夫家姓吴,是陕西省京阳县蒋路乡安吴宝村的一户富贵人家。 她的公共吴卫文,官智通奉大夫,丈夫吴聘则是资政大夫,周,吴两家是市交,周盈和吴聘虽不是青梅竹马,但从小就认识,周家小姐和吴家公子的婚姻,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。 对,可是,嫁到吴家后的第一个洞房花竹叶,周盈就吃惊地发现,记忆中那个活蹦乱跳的吴公子,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重病缠身,卧床不起的病人。 这种打击,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讲,都是难以接受的。 然而,周盈却冷静地接受了这桩婚姻,冷静地承担起了妻子的责任,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命运安排。 周盈的公公吴卫文,被这个知书打理,孝顺懂事的儿媳妇感动了,慢慢地,她开始将生意上的事情交给周盈打理,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,周盈过门还不到一年,公公吴卫文就在外出途中遇难深固,体弱的丈夫吴聘经受不出巨大的打击,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两年后也撒手人寰,三年之内,吴家父子相继去世,失去了顶链, 曾经一度陷入家道中落的境地,俗话说,何久必分,后来,吴是庞大的家业被按照东,南,西,北,中苑,一分为五,陕西内外的商铺。 商号,全都分给了东院所属的周盈所有,吴聘是独子,周盈和丈夫曾经有过一个女儿,但却不幸夭折了,虽然后来周盈过继了一个养子,吴怀仙,但因为当时年龄尚幼,根本无法掌管家业,因此,尽管祖上并没有儿媳接手家业的传统,但他实在不忍心, 眼睁睁地看着吴家东院因为无人掌管大局而日渐走向衰败,于是便挺身而出,接过了这份沉重的担子,开始管理庞大又杂乱的家业,经过努力,周盈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,博得了东院管家,帐房,武师等人的支持。 成为了吴家新进的掌门人,那一年,他只有二十岁,没有人料到,这个年纪轻轻的寡妇婆,日后竟然做出了令男子也望尘莫及的大事业,当时,开在四川成都的吴家山货药彩点川花总号,以及开在扬州的御龙泉盐物总号,占据了吴家百分之五十的产值,然而,在吴家父子相继去世后,两个总号的负责人便动起了歪心思, 他们企图篡位,把自己手里的吴家产业据为己有,全面接管吴家的生意后,周盈就开始了全国巡视无视商号的行动,当他获悉有人想要图谋不轨时,便通过暗中调查,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,然后毫不手软地将那两个部中的人扫地出门,随即,一批诚实手信的伙计,被周盈提拔到了商号管理层,为了稳定人心, 他还将扬州御龙泉所有店员的薪酬提高了两成,因此,加上年终奖,御龙泉员工的年收入,整整高出扬州商界最低工资的三成,薪酬提高了,伙计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也就调动起来了, 吴家东院渐渐成了人人向往的知名名企,除此之外,周盈还让所有员工都参与入股,比如,一个小伙计的年薪为二十两银子,其中的一半作为工资发放,而另一半则直接参股,分红, 这一举措,开创了近似于现代企业经营中股权激励制度的先河,让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,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, 而且,对于一些长期在吴家东院服务的老员工,周盈还推行了阳凤阴凤制度, 比如说,如果老管家的儿子和孙子都在吴家工作,那么老管家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不动了,就可以退休,同时领取退休金,甚至,老管家去世之后,他的后代依然可以继续领用先辈的阴凤。 可见,周盈不但胆识过人,而且有人有意,周盈的第一次出巡,可谓是成效斐然,成功地扫除了障碍,化解了危机之后, 他决心进行进一步的改革,他将自家陕西境内安吴宝附近的1600多亩水交地一分为二, 其中600亩用于保证吴家东院的基本口粮,其余1000多亩则全部交给店户管理,他让店户自负盈亏, 每年纳税之后,每亩地只是象征性地向他缴纳豆粮,作为租金,如果遇到欠收或者灾害,还可以免去当年的租金, 可以说,周盈几乎是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了店户使用。 更令人感叹的是,不久他又取消了所有店户的房设租金,而且还对损坏的房屋进行了休憩, 周盈这一负责接济天下的善举,至死都没有更改过,俗话说无坚不伤, 然而,作为儒家的传统美德,称,信,人,义这四个字,从小就根植在了周盈的心里, 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秦商,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当时在陕西,关于周盈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, 哪怕没有契约,没有文书,只要当家的说了, 就能信,周盈的养子吴怀仙也曾经感叹道,母亲特别看重信誉。 对合作伙伴,对管家,对伙计,对四五千人的生意队伍都是如此, 他对身边的人给予了真诚和信任,身边人也回馈他以真诚和信任, 有一年秋天,棉花大丰收,关中的一些棉花行利益熏心,趁机杀价, 对于棉农来讲,眼看着就要多收成灾,自己一年的辛苦付出,就要付之东流, 而周盈则独树一帜,提出了以封补欠的策略。 他认为,今年丰收了不等于明年丰收,陕西丰收了不等于河南丰收, 如果今年压价损害了棉农的利益,明年种棉花的人就少了, 最终损害的还是吴家东院的利益。 于是,他坚持按照往年的市场价收购棉花, 这样一来,所有棉农都把棉花卖给了他, 到了第二年,棉花果然欠收, 于是,凭着上一年的棉花库存,周盈又大赚了一笔,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,他将吴家每年进出三千来袋棉花的小买卖, 扩大到每年进出十一万多单的大生意, 周盈还遵循着贵迹反见, 见及反贵的价格规律, 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令吴家东院的茶庄起死回生, 并跃升为陕西最大的茶商, 不仅如此,吴家的盐, 不,药材生意, 也被他打理得蒸蒸日上。 不但成为了八百里秦川无人不知的陕西头牌, 而且还开遍了全国, 周盈的曾孙女曾经回忆到, 我们家当时有四百万盐饮, 一张盐饮可以运一百二十金盐, 赚一两银子, 光盐一年就能赚四百万两, 更何况还有布, 棉花, 药铺, 钱庄, 油房, 烧酒房, 凉电, 米号, 除此之外, 吴家还有马帮, 相当于现在的快递, 生意范围从四川, 湖北, 上海, 湖南, 广东, 一直到西藏, 新疆, 内蒙等地, 一年光盐业就能赚四百万两银子, 是什么概念呢? 按照明朝万历年间, 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二旦普通大米来计算, 四百万两银子可以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二十六亿元, 当时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, 吴家的伙计走周过线, 不吃别家的饭, 不住别家的店, 事实上, 光惊阳县城, 吴家总共二十几院的房产, 就足足占了半条街道, 陕西省外的房产要是统计起来, 恐怕就如周莹的曾孙女所说的, 连马跑千里都不吃人家的草, 一九零零年, 慈禧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逃亡到西安, 作为陕西首富, 周莹向清廷捐了十万两银子的军饷, 慈禧感动于周莹的全权爱国之心, 不但亲手提写了护国夫人的牌匾, 还收她做了异女, 之后, 辛丑条约签订后, 周莹又向清廷交了一大笔钱, 以示共赴国难, 她也因此被慈禧封为一品告命夫人, 秦商的精神信条之一, 就是回报乡礼, 回馈社会, 在慈善这件事上, 周莹也做到了淋漓尽致, 她曾经在京阳城打了几十眼深井, 解决了两万多口人, 数千投生处的用水困难, 随后, 又耗资把原正白渠引进高陵县和京阳接壤的地方, 在泽博处挖出排水渠, 引地下盐碱积水入胃河, 降低了地下水位, 减少了盐碱侵蚀, 她不但带头捐钱, 还借了很多一仓储备粮食, 很多店户都是自愿捐赠粮食, 以用于受灾时救济灾民, 后来, 真的遇到了战乱和天灾, 关中地区涌现鸡民潮, 于是周莹决定开仓放粮, 设立日夜粥厂, 将库存粮食发放给周边灾民, 除了救灾, 周莹还开建文庙, 办起了希望小学, 但凡穷人家送孩子来上学的, 不但管饭, 而且还发银子, 当然, 只要遇到事情, 老百姓都会不约而同地说, 寡妇婆咋说, 咱就咋弄? 可见, 当时周莹在民间的威望有多高? 根据周莹的曾子女回忆, 周莹对杨子吴怀仙的教育非常用心, 而吴怀仙也在周莹的言传身教中, 学到了诚信和侠义, 她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, 但却和母亲一样, 有着一颗爱国心, 在国民党闹革命的初期, 她曾经给予过大笔资助, 在上海生活期间, 她也经常以商人身份, 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革命活动, 最令人敬佩的是,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, 吴怀仙居然将所有家产都捐给了国民政府, 以做抗日之用, 而她自己则携带一家老少回到陕西老家。 吴怀仙的儿媳曾表示, 公共捐出全部家产, 当时家里人也有意义, 或许, 吴怀仙捐出家产, 既是支持抗日, 也是商人洞悉事情, 明哲保身的一个举措, 因为, 从后来的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, 虽然陕西一直都是核心战场之一, 但吴家始终都没受到战火的波及, 直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 吴家一直长居上海, 过着富裕而安定的日子, 1910年周莹去世的时候, 年仅42岁, 在京阳县, 周莹被称为安吴寡妇, 从20岁守寡, 到42岁去世, 尽管他的身边, 也曾经出现过很多男性仰慕者, 但为了吴家庞大的商业王国, 为了养育吴家的后人, 他却牺牲了自己的儿女情长, 为丈夫守了一辈子的节, 42年的生命, 无论对于哪个时代来讲, 都是短暂的, 然而, 生命的价值, 从来都不是以长短来衡量的周莹的一生, 虽然仿佛只是昙花一现, 但是他留给后人的, 留给历史的, 留给岁月的, 却是永恒, 他的故事, 曾给年轻的我带来很多启迪, 今天, 我把它分享给我的读者朋友们, 希望, 你们也能和我一样有所收获。 您好看哦! 您好看哦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